Hello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我们来说一件前不久发生在曼谷的事情 长期以来都是游客反映被曼谷的出租车司机骗 但这件事呢,出租车司机被骗了 怎么被骗呢?没听过啊 对,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稍微有些高明的手法 而且骗人的呢,也是泰国人 他们了解泰国人的那种心理 所以连续作案,两次作案,两次都成功了 还是泰国人 对,是泰国人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 首先呢,第一位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就算他是受害者吧 就这个出租车司机啊 他说有一个泰国人坐他的车 这个人是个有钱人 他怎么判断的不知道 可能就是因为言语啊,或者是穿着 他上了这辆出租车之后呢 就开始打电话 打电话呢,给他的一个员工 这个员工呢,是一名司机 他要求这个司机呢 去一个厂里面去拿一些这个产品 然后送到店里面去卖 就是一个送货的一个工作 就是这个老板给他员工打电话 让他去送货 对,打完电话之后呢 他就给这个出租车司机抱着 说你看这个人啊,一点儿不可靠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呢 他又喝多了 他就是个酒鬼 我就担心他把这个事给我耽误了 你看这么好的工作啊 只有十公里的路程 我要负给他七百株 其实很高了 相比出租车来说 出租车十公里是挣不到七百株的 他就是用这个来引诱他 你看他都不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这个出租车司机一听 那我来啊 我给你干这个活啊 是吧 自爆分勇啊 对啊 他喝多了 你能拿睡觉去 是吧 开始上高了 这个乘客就说啊 说对,我看你也挺实在的啊 你可以去给我做这个工作 然后我也同样支付你一样的薪水 好,这样呢 他就拿出一张卡来 他说你去这个厂里面拿货 你是需要付钱的 你就从这个卡里提 然后你这十公里的邮费呢 也是我来出 这七百株是你白赚的 这个人觉得就挺好 高兴坏了 对啊 他说这个卡上呢 有六十万块珠 我给你吧 我还得告诉你密码啊 你把钱都提跑了 你把我再骗了怎么办 你随身的一些贵重物品呢 你象征性的押给我 抵押一下 对,你完成了这个事情之后呢 你把卡还给我 然后我再把这些东西给你 这个出租车司一听 可以啊 六十万珠 我这些东西 手机啊 钱包之类 加一块也支不了那个钱 可以啊 就把手机 还有他的一张银行卡 都给了这个乘客 然后呢 乘客就把去取货的地址 和送货的地址 以及卡的密码 都给了这个司机 这个司机就去执行这个任务了 先是取款取不出来 他这个卡是假的 给他来一个假的 肯定不可能给他粘在 这卡没法用 然后呢 他就去到这个 去拿货的这个地方 拿了个地址 没有这个地方 到那一看 都是草 泰国人这个路也不熟啊 他就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个乘客下了车之后啊 又打了辆输出租 用同样的办法 又骗了一个司机 又骗了 对 这个是直接骗了一部手机 骗了两千才出 就连续作案 两次 两次都成功了 然后这两个受害者 他们是分别去的 同一个警察局 这么巧吗 还能同一个警察局去报案 他们都是去到这个厂里 去拿货嘛 然后去到这个厂 一看是面草 然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距离这个地方 最近的警察局 他们就去那个地方报案 所以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然后去了之后 警察一看 两个司机同时报案 然后呢 是一码事 作案呢 肯定也是同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去哪找 根本就不可能去找到了 然后警察就说呢 说你们损失也不大 每人一部手机 然后呢 有一个人是有一张卡 那卡你直接挂尸 然后再补一张就是了 是吧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是损失了两千太铢 然后警察的意思呢 也是你们 长个记性就行了 是吧 你们这个脑子就是 骗人的时候很好用 但是也要拿出一块来 用于防骗 因为有一些人 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你们身上了 就是贪小便宜这种心理嘛 嗯 其实泰国警察也挺有意思的 他们 我感觉啊 我个人感觉 他们不会为了这个案子 去帮他们去找这个 这个行骗的人啊 他们就不想管呗 他们就是不想管 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不了了之了 其实有这个 去报案这个时间啊 他们这出租车司机 可能拉点活 这个钱也能 也能赚出来 当然肯定是任何去骗人的行为 我们都是要 以致 要反对 不能让过 我记得去年 有一个 六十多岁的 一个摩执司机 他是开摩托车 这个出租的 六十多岁了 你像他 如果要是生活 能过得去的话 他这么大年纪 就不会干这个了 毕竟很辛苦嘛 你想想泰国这种天气 非常热 风吹日晰 摩托车 它不像汽车啊 汽车里边你可以开着空调 摩托车就是 纯风啊 开起来有风啊 停下来就热 热得要死啊 就那种感觉 他呢就 接了一名外国游客 这个外国游客呢 给了他一枚 二十分的 欧元硬币 他当时呢 一只二十块 因为上面写的二十嘛 他拿手机 查一下汇率 都又赚了 他还接受欧元啊 对 人家给他说是欧元嘛 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很值钱 他就只是查了一下汇率 他不知道这是二十分呢 他以为是二十块 乘客给他说 说你不用找了 剩下都当小费了 他心里很高兴 然后他拿着这个硬币呢 去找到他的一个朋友 也其实也是起摩托的 就说 我刚 你看我刚刚赚大钱了 二十欧元 然后他那个朋友拿手机一查 他说你这好像是二十分 也就值七泰铢 结果他一看 手机能查到吗 这个硬币是吧 是多大 一看就七泰铢 他就去银行了 他说他想把这个硬币啊 换成泰铢 问行不行 银行上那说 你从哪搞的这么玩意来 他说是有人给他的 后来银行说呢 要给你换也可以了 但是呢 你是外币兑换吗 这个汇率还有损失 超损失 对 剩不了几株 他连七株都拿不到 然后这个人呢 就说算了 我不换了 我把这个呢 当成一个教训 提醒我自己 在收到外币的时候呢 一定要谨慎 挂钵上 对 他就是把它放在自己包里 当成一个警示了 其实这也是 怎么说呢 一个案例啊 当然我感觉这个司机 还是挺可怜的 毕竟这么大年龄了 然后被一个外国人骗了 这个外国人显然是故意的 对啊 因为他可以区分 这个硬币的大小 他已经知道是20分啊 干嘛 干嘛要给人家的 对 我感觉他可能过去被骗过 所以他要报复回来 你知道吧 他可能是做这个事 当然说这个事情并不好啊 这也就是说这种信息差嘛 对于不同国家的货币 缺乏这种了解 然后才会导致这种偏向的发生 所以说大家呢 抽空呢 还是多看看啊 美元呢 美元其实大家 基本上都能分出来 去想一些比较蹊跷的 一些国家的货币啊 一定要注意啊 千万别在这种事项上当受骗 我原来老觉得那个泰铢 100泰铢是1000泰铢 其实通过这两年事呢 也可以让曼谷的出租车司机 有一个换位的思考 你如果作为一个受害者 你被骗了 你是一种什么心情 那如果你能了解这个心情的话 你就不要再去欺骗这些 对当地路况 道路不熟的这些外籍游客了 对吧 你骗他们 他们可能没有感觉啊 但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 他们也会很失望的 就像你们这些司机被骗一样 当然谁骗谁都不好 大家还是做生意嘛 坦诚相待是最重要的 源源相抱 何时留啊 对啊 骗来骗去 啥时候是个头啊 对啊 我们下这个 chase大家声